看一下它有几部分组成 现在很明显呢 类似于镜子的光面呢 这是硬盘记录数据的盘片 硬盘的盘片呢 因硬盘的容量而已 有一个盘片的 有两个盘片的 甚至还有多个盘片的 那控制硬盘 盘片的转动呢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主轴电机 在这一边呢 这是我们的磁壁 也就是说磁头磁壁 这是中间的传动轴 磁头呢 在最前边 那这个磁头呢 我把它翻过来 现在大家能看到 有两组磁头 两组磁头呢 真正的磁头 是在上下合对着 为一组 这为一组 一共为两组磁头 那么很明显 大家也能看出来 两组磁头 一共有两个盘片 因硬盘的容量而定呢 有单组磁头和多组磁头的 那咱们再往下面看 在磁头的尾部呢 上面是一个磁铁 在下面呢 还有一个一样形状的磁铁 两个磁铁相吸 在两个磁铁中间呢 是音圈电机 那么音圈电机的左右摆动 带动磁头的左右摆动 在后边大家能看到 是一个塑料的卡子 那这个卡子呢 是限制磁头 只在盘片上工作 在这个位置 大家能看到 是一个塑料的排线 这个排线呢 是个耐高温的排线 也就是说 我们的磁头 读出来的数据 通过磁头前面的信号放大芯片 再经过我们的排线 传输到电路板上的 前置信号处理器 进行处理 主流电机的转动 带动盘片的转动 在转动的时候 产生的气流 由这个空气过滤掉 进行二次过滤 来保证盘体内空气的结晶度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常见硬盘的接口类型 现在大家能看到 在左半边的 这个是个SAT接口硬盘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串口硬盘 一般串口硬盘的接口呢 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串口硬盘的 供电接口 中间的有七个针的数据线接口 第三个部分呢 是三个针的跳线部分 咱们来看一下右半部 这是我们常见的并口 并口硬盘呢 并口硬盘的接口呢 为有四十个针的数据线接口 在中间这个位置呢 使为跳线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呢 是我们的电源接口 除了这两种常见的接口类型以外呢 还有一般应用于 服务器电脑上面的 服务器SKAS接口硬盘 一般 服务器SKAS接口的硬盘 标准的帧数为 六十八帧 标准八十九帧延长 刚才呢 我们了解了硬盘 盘体内的结构 现在我们了解一下 电路板的 元器件的组成 以及结构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这个硬盘的电路板部分 那电路板的部分呢 很明显的 大家都知道 这个位置呢 是这个电路板的 数据线接口位置 中间的位置呢 是跳线的位置 这边呢 是电源接口的位置 有时候电源接口 包括有五幅和十二幅的一个供电 大家再往下看 是各个芯片了 比如说 这里各个芯片 最明显的是一个 比较大的芯片 那这个比较大的芯片呢 我们管的叫做CPU 这个CPU 在早期的硬盘技术来讲呢 它最早有三个芯片组成 包括我们的 接口转换芯片 和数字信号处理器 还有V处理器 在CPU的左边 是缓存 类似于内存条的缓存颗粒 也就是 电路板上的缓存芯片 在CPU的右边 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芯片呢 是 西数硬盘独有的 电源管理模块 在电源管理模块的右边 是前置信号处理器 在前置信号处理器的上面 是电机驱动芯片 在CPU的上面 有一个八角的芯片 这个八角的芯片呢 是用盘电路板上的 BIOS芯片 现在我们了解一下 电路板各个芯片 之间的关系和作用 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 大家看到 这有两排接触点 这两排接触点呢 是接收 词头读出来的模拟信号 再转换到前置信号处理器当中 那么前置信号处理器的作用呢 是处理 词头读出来的模拟信号 转换成数字信号 经过它的处理呢 再到达缓存芯片 也就是说缓存芯片 加速硬盘的数据的缓冲 经过缓存芯片后 再到达CPU内部的数字信号处理器 进行数字信号的处理 数字信号处理完成之后 再到达BIOS芯片的一个访问终端 经过BIOS的终端处理以后 再返回到CPU当中 经过接口芯片的转换 再通过接口 传输到我们的计算D当中 也就是我们看到屏幕上的 文字图像表格等等 那么这边的 在CPU左边的电源管理模块呢 就是由硬盘的供电 由5V 12V 下面的电源管理模块 那么它主要的作用呢 是起到一个变压和分压的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 把电路板当中 各个主要的芯片的供电 都是由电源管理模块输出的 那么下面呢 是电机驱动芯片 电机驱动芯片主要的作用呢 是给主轴电机 及阴圈电机供电 除了各大芯片 还有一个辅助芯片 也就是这个时钟精震 这个时钟精震呢 主要起到的作用是给各个芯片 一个工作的频率 除了这几个芯片之外呢 也就是常见的各个元器件了 像电容 联欧亩的保险 以及EA00的电阻 还有有机性电容 及无机性电容等等 各个常见的芯片组成 电机驱动芯片给主轴电机 及音圈电机供电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位置 是电机驱动芯片 给主轴电机供电的接触点 对于每一个硬盘呢 大家都知道 有不同的品牌 那每一个品牌呢 都有它自己的命名方式 那相对来讲呢 不管是台式机硬盘 还是笔记本硬盘 我们去了解 每一块硬盘的命名方式 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去了解硬盘的内部结构 以及硬盘的重要信息参数 有助于我们以后的维修 那么现在就以一个 麦拓硬盘160G的并口为例 现在大家能看到的 上面呢 也就是说是这个硬盘 麦拓的标志 增下是这个硬盘的产品名字 plus9为麦拓硬盘金钻酒袋 增下为麦拓硬盘的容量 为160GB 增后为接口类型 为ATA接口 也就是说咱们常说的并口 最大传输为133 在这个标签的下方呢 麦拓硬盘在这里来说明 盘片的直径为3.5英寸的硬盘 这个3.5英寸也就是平常我们说的 台式机硬盘 在这个标签的下方 这里的位置呢 是当前硬盘的跳线图 那这里的跳线图呢 包括在硬盘使用中 有主盘跳线 Master为 或从盘跳线 每一款硬盘的标签上 都有自己的 跳线图 左半部 我们现在从下 往上看 下面呢 是这个硬盘的型号 6I 160P0 042811 那首先呢 对于这个硬盘的当中 6I表示为金钻九代的开头标志 160呢 为硬盘容量 160几 P表示为 主轴电机类型 接口类型 即缓存大小 再往后 042811 为硬盘的子序列号 因为硬盘的厂家 相当于一个组装厂 也就是说 即来自于供货商的 盘片 瓷头 主轴电机 等等等等 所以说 每颗硬盘 都有它的子序列号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上面 ISN 大家都知道 很明显 这是为序列号 但是对于迈透硬盘来讲呢 有一个特殊的意义 那咱们看一下重点 ISN当中 编码为 Y46V3CHE 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为 迈透硬盘 ISN的第二位 大家能看到 4 现在呢 这个4 充分的能说明 当前160G的硬盘 为 4个瓷头 那好 咱们再看一下上半部 上半部 4个字母 分别用 3个逗号隔开 K M BA 那这4个字母呢 这4个字母 分别用 3个逗号隔开的意思呢 是为 厂家的内部标识 我们管它叫 词解码 当然有的部分资料 也管它叫 词编号 我们再往上看 code 为代码 这个代码 其实准确来 来讲一点的 也就是说 这硬盘当中 刷写时的固件编码 YAR41BW0 对于每块硬盘 都有一个客户不能访问的区域 那这个区域呢 厂家 在盘片上写入了程序 这个程序呢 是在硬盘通电时 自动运行的 到盘片上读取数据 最后到零次道理待机 这个过程呢 就是到固件区 去读取固件的出手二程序 然后再到零次道理待机 完成这块硬盘的 启动程序 你可以这样去理解 固件是控制这块硬盘的 整个的工作程序 包括分区格式化 低格 清零 我们访问操作系统 等等等等 我们再看一下 右半部 在右半部 咱们现在也是同样的数据 从上往下看 首先上面大家能看到 LBA 有一个冒号 320173056 那这个位置呢 是这个硬盘 记录数据的物理地址编号 也为LBA值 也可以说 这是为硬盘的 最大而别之 再往下看 5V 12V 也就是正5V 正12V 那对于咱们 主机上的电源来讲呢 是红颜色的正5V 即黄颜色的12V供电 那下面呢 是它的供电电压 再往下看 是硬盘的生产日期 最后一行 是硬盘的生产产地 这是这个硬盘的 在标签上 我们能看到的 所了解到的信息 接下来我们了解一款 吸节硬盘的标识符号 现在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款 吸节40G的标 大家能看到很明显 这标志为一个40G 在上方却标志有一个什么 7200.7 这里表示的意思呢 为当前硬盘7200转 这里7200转的转速 指的是主轴电机 在达到均速以后 每分钟的转速 能达到7200转 那后面的点7呢 代表为第七代产品 那我们再往下看 model 这个model 后面有个冒号 那这个model呢 翻译过来是型号的意思 表示当前硬盘的型号 那咱们看一下 首先ST340014A 这里每一个字符 都代表达自己的意思 那咱们看一下 首先由于吸节的标志为 siget的吸节 那对于它的简写呢 这里的标签简写为ST 这样后 3 此处的3 为3.5英寸的盘片直径 也就是说 在盘底内 盘片的直径 为3.5英寸 这样后 400 这里的400呢 大家可以把它看作为40GB 这样后 1表示为一个盘片 下面4 表示为缓存大小 为4兆缓存 A 为接口类型 这里的A呢 表示为AK 也就是说 我们平常市面上说的 并口 如果此处为AS呢 表示为串口硬盘 下面 SN 为硬盘的序列号 再往下 PN 这里的PN 大家能看到 下面还有一个HDAPN 这两处呢 首先 上面的PN 代表为电路板的序号 再往下 HDAPN 这里HDA的 对厂家 对它的简写来讲 HDA代表为盘体 也就是说 盘体的序号 与电路板的序号 两者相结合的一个编码 也就是说 电路板与盘体结合 组成的硬盘 再往下为配置代码 再往下为当前 细节硬盘的固件版本号 这里的固件版本为3.06 对现在的这一款细节硬盘来讲 固件版本号为3.06 只有细节 迈拓 或三星硬盘 在标枪上标有它的固件版本号 再往下 这是这个硬盘的生产的日期 这里生产日期 并不是以正常的 某年某月某日来进行命名的 细节硬盘在标枪上的命名方式 是以一年52个星期 52个周来进行命名 也就是说 大家能看到 04363表示为 04年第36个星期的第三天 准确来讲 应该是星期三 那大家再往这边看 生产产地 这里的生产产地呢 大家其实 不用我说到这个生产产地的时候 大家已经看到 这有一个什么 中国产品 但是这里却写了一个 简码 WU5